记者苏永耀台北报道,蔡英文总统今日上午接见美国犹塔州州长赫伯特、Gary Herbert,访问团,说明台湾与犹塔州透过合作交流,建立了深厚情谊,也期待未来双方持续加强连结,共同促进各领域发展。 总统致辞时表示,上月他出访过境美国,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到犹塔州拜访赫伯特州长,很高兴才过一个月,赫伯特就第一次率团来台访问,现见双方交流非常成功,他要代表台湾人民与政府,向访团表达最诚挚的欢迎旨意。 总统说,对于犹塔州近来发生三连大火,我们也非常关切。 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,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严肃课题,他也期待,台美之间在气候变迁议题上,有更多合作机会。 总统提到,台湾与犹塔州在各领域的往来,都非常密切。 特别是在经贸交流上,台湾是犹塔州全球第六大贸易市场,全亚洲第三大出口市场。 去,2017年,犹塔州除了来台参加商展,也与台湾签订经贸合作被忘录。 此次赫伯特州长来访,我们在台湾举办企业经贸交流会,一起发掘进一步合作的机会。 总统也表示,近年来,犹塔州在赫伯特州长的带领之下,经济表现非常亮眼,除了多项经贸评比领先美国各州,所推动的西坡,Silicon Slopes,高科技园区,也吸引许多国内外公司投资。 总统说明,目前台湾积极发展航台,科技产业,都是犹塔州重点产业,我们也努力营造友善的投资环境。 不论是产业发展或是国际招商上,犹塔州的经验都值得台湾借敬。 总统也特别感谢赫伯特州长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。 他说,台美关系的深厚基础,就是在每一次互动中,逐步累积起来。 今日在座访兵都一是台美友好的联系。 像是杜维浩前处长,不但是由他州人,也是高雄市荣誉市民, 去年从AIT高雄分处退休后,回到美国持续关心台湾,为台美关系打盘。 总统说,上个月刚回到台湾的丽英杰,Brent Christensen,处长也来自犹塔州, 要和我们一起打造台美关系新的里程碑。 多年来,台湾与犹塔州透过各方的合作交流,建立了深厚情谊。 他也期待未来与赫伯特州长一起努力,让双方持续加强连结,共同促进各领域发展。